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35日出席講座時清 新冠肺炎名稱原意為重性急性呼吸綜合症 但隨著病死率降低 Omicron病毒致死率已相當季節型流感 目前實際多為新冠上呼吸度感染 不存在肺炎症狀 新冠肺炎病毒應改稱為新冠感冒 他提到2009年 世界範圍內爆發夾型H1N1流感 中國約有12萬人感染 死亡率約0.6% 現在Omicron致死率僅為0.1%